哈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 这支影片大叔要分享 一个会好用的图片分类外挂FIREVER 尤其是架设电商网站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外挂 来帮助你管理图片 如果你的产品有几百到上千个品项 每个商品都有许多的商品图片 这时媒体库可能有好几百张的图片 但是当产品下降 因为没有分类管理图片 导致整个媒体区杂乱无章 有而久之就会占用网站空间 所以在一开始架电商网站时 如果有人用FIREVER这盘外挂 就可以很容易的帮你管理媒体库的图片 FIREVER外挂有免费版又付费版 建议直接用付费版 因为免费版功能不完整 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站购买外挂 费用是39美金 台币大约1160元 就可以管理好你的电商网站的图片 不知怎么购买 可以看大叔的这支影片 有购买以及安装外挂的教训 如果想要使用免费版 可以在控制台的工具列 选择外挂 然后安装外挂 在安装外挂页面的搜索栏位 输入PLYERVER 就会出现外挂 接着点选安装并启动 不论是用免费版还是付费版 启动外挂之后点选装区列媒体 在媒体库这一页会看到翻货的工具列区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图片分类管理 比如我点选新增一个资料夹 命名为厨房用品 之后只要厨房用品的产品 都可以放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因为大叔示范新增商品 为竹片增加分类 我们在工具列点选商品 然后选新增 我们新增一样商品 出入资料后 点选上方的新增媒体案 就会跳出媒体库界面 这里就会出现免费版 跟付费版的差异 付费版会出现 BIVER功能区 而免费版发布功能区就被锁住了 接着大叔继续对付费版做示范 像我们刚才新增的厨房用品上 按滑鼠右键 写选您用Border 然后输入商品的品味 接着储存 点一下商品资料奖 接着在点选右边的选取档案 上传好图片之后 可以看到资料奖有显示数字2 这表示这个资料奖里面 有两张图片 之后只要在商品上架时 把影片到项目 品分类 就很好管理 有商品要下架时就可以在媒体库 选择要下架商品资料奖 接着删除资料奖里的影片 然后再删除资料奖就可以了 如果商品很多也可以利用搜寻的方式来找寻 另外也可以把相关的产品图片勾全起来 用拖拉的方式拉资料奖里 是不是很方便呢 用今天的教学就在这里 大家赶快动手操作看看吧 最后记得帮大叔订阅 按赞加收藏 顺便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